八百多年前的一天 一艘宋代货船行船至此 翻覆沉默 在广东洋江附近海域 发现的这艘南海一号沉船 让宋代饮食文化的繁盛 和铁锅的发展浮出时光之海 我们从14年开始发掘 3年总共清理了100多吨的铁器 主要是以铁锅为主 考古队长崔永三十年前 在水下找到这艘沉船时 最先触摸到的 便是水底沉船货舱顶上的铁锅 铁锅的历史始于秦汉 铁制吹具良好的导热性能 挥动形成了中国人独有的爆炒技法 在高温中食物性状发生改变 各种调味得以进入 万千食材在短时间内 成为美味佳肴 中国菜肴的精妙 因为炒而独步世界 今年83岁的王立芳打了一辈子铁锅 这里许多铁匠都出自他的门下 其子王玉海 儿媳高红盘 更是得起亲船 在张秋打铁多位夫妻搭档 就说我们两年比特地配合起来 这个大铁锅你看到 我垫下了 怕大铁锅 一个这里有野巧 这个它里有结束 张秋手工铁锅制造 分12道工序 7道热段 5道冷段 这项工艺历史悠久 早在汉代 这里便是野铁重镇 直到今天 这里仍保留传统铁锅打制剂 中式炒菜 经常需要手持翻动 两毫米的铁板 被打制成锅把一体 不仅传热均匀 而且结实耐用 能给予厨师舒适的手感 铁锅打制的工序中 最重要的两道工序 是打底子和打冷子 打底子 要锤打出铁锅的锅形 尖转黄花鱼 是鲁菜大翻勺的工夫菜 在烹制中 需要黄花鱼整体 一次性翻转180度 保持整齐不乱 汁水不洒 这既是鲁菜记忆的高超 也得益于铁锅内部深 适合尖转的特点 而锅的内壁 经过断打形成了内壶 食材在翻炒时 从锅底自然内翻 不会产生外泡 尖转出的黄花鱼 外表酥脆 而肉质细嫩 入口寒话 打冷子也称冷断 一点一点把锅断打成镜面 能够在里面看到人脸 才是合格 三万六千锅 他熟了不行 有没有工夫 他出不了这个产品 有活动套 他有活动套 他不好看 十二道工序 十八遍火厚 大大小小 十几种铁锤工具 一千度高温冶炼 三万六千次断打 每一次的断打 都是对铁最有利的历练 注入着气力的同时 更赋予铁锅以生命 手工打造的铁锅 在一款清水炒鸡蛋中 发挥得淋漓尽致 每放一滴油丝毫不沾 这一特性 助力了鲁菜独有的制作方法 鲁菜经典九转大肠 在熬糖上色过程中 需要不断烧铐 而铁锅厚薄恰当 光滑紧致 在长时间熬制中 糖浆始终没有干节粘锅 食物完整美观 晶莹剔透 入口晶道 五味融合 有生命的器物 创造了有生命的饮食 张秋铁锅三万六千次锤打 获得生命的它 成为创造鲁菜传奇与荣耀的舞台 2000年前后 手工断锅行业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 短短两年 几乎所有铁匠铺全部倒闭 当锤打的声音窒息 衰微的也是铁匠们的生命 这期的才十六块钱刚刚拿准备 他们没三十块钱够 因为它花挺幸福又不挣钱 感觉没钱也没有 现在有什么吃啊啥的 那我地板吃啊 我和父亲俩来往来拿着 热烤到里地啊 从东方去买铁料 早晨起来 去的猪穿着面一屎 来的猪穿着单一回来 现在父亲起来 心里不好说吧 到了半岛去 父亲就说 咱俩来 早晨起来 他们吃饭了就住进过来 早晨放他们吃了 哎呀 我心里 不舍得美丽就吃 多人拿饭 不舍得美丽 最近几年 人们又开始认识到 传统铁锅的魅力 在热爱传统手工的 年轻人的帮助下 王立芳和已经放弃的老师傅们 又重出家门 在东平陵新职 这个曾经的 汉代野铁技术中心 人们又再次燃起炉火 多么求心啊 一个人都一个 推到人家 啥不管 干脏的火 都这么喝汗 后悔 是干脏很好 我还想见到这个 多干两年 现在五十一 平时干脏六十一 可不得 等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